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 昨天是24节气中的立冬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保暖的话题 其实中国经济的回暖话题也值得关注 最近总台新闻联播推出了系列报道权威访谈 通过采访各部委负责人 来看看中国经济成色如何 发展势头怎么样 以及是如何回升向好的 可以说一组组详实数据很有说服力 一个个生动案例让人很提气 比如说今年我国粮食生产 遭遇黄淮罕见烂长雨 华北东北局地严重洪涝 西北局部干旱等灾害 但还是迎来了五股风登 再比如前两个季度 我国经济运行是前低中高 而三季度呈现运行稳定且持续好转 此外外贸方面稳的基础不断夯实 近的势头逐步显现 新的动能加快急剧 总而言之 国民经济持续恢复总体回升向好 看似寻常最奇绝 诚如容易却艰辛 每一项成绩的取得都来之不易 都体现了用好政策空间 找准发力方向 我们就拿就业来说 就业形势保持基本稳定的背后 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托举 是春风行动的高频率开展 也是大数据加铁脚板等就业服务模式的持续推进 行事行事有行有事 观察中国经济就要既看行也看事 那具体来说既要看到短期之行 更要看清长期之事 当前我国经济形险恢复姿态 事有向好之称 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人们常说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锚定目标加油干 抖擞精神有作为 我们是有信心有能力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